高报表示,据了解,太盛张宁的并非北京国外一家,哪些俱乐部在前两年就开始以高兴热惑张宁回宫,广州恒大在这方面表现得也为明显。 根据统计,广州恒大成立,至今不到十年,回购的中国流行球员接近二十人。 其中,一些年轻球员原本可以拥有不错的发展年轻,比如原本效力与马德里竞技必备的习心,原本效力普甲男选与十足球俱乐部的原因,都被恒大更新回购,所谓流行球员,变成了巨阳城湖泡倒回来的帮长线。 身教能转一掌,却提高不了和新竞争力,如果俱乐部只盯着出国踢球的球员进行回购,如果年轻球员只想着出口转内修,回国享受中超人分红利,一切向前看,中国择球永远出不了真正的人才,确实如同牢顿棒所说近年来。 不少青少年球员,在培训学义期线内,被经纪人迁到了国内低级别小球会,并在短时间内被高教卖到国内俱乐部,责学新规明确规定。 无论何整原因,球员在年满二十三次之前,从国际责领导其开婚人学会转回到国内俱乐部,只要存在校列两种情形,将被停在二十四个月,一是在培训学义期线内, 没有和原包卫学生一致解除的。 上次离开,二是球员在原培训包卫,连续注册训门,且原包卫提供了符合条件的工作合同, 为大剧与该球员签订手动工作合同权利。 曼玄在足学新规出台后,还没有出现明明张板的出口转内宣球员。 张玉民在欧洲打拼盘门,自然也不算是对军,你愣可劳动化对恒报的这些人类吗? 产逖